哈囉大家好 我是說裝修的小禮哥 這一集是小禮哥在今年2月23日 現場裝修講座錄影的最後一集 這一集的內容主要是介紹在獨立屋、townhouse和公寓中做裝修 分別有哪些困難點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在影片開始之前再和大家預告一下 從下週四的晚上7點也就是6月6號開始 小禮哥會固定每週四的晚上7點 在YouTube的主頻道開啟線上直播喔 喜歡聽小禮哥尬聊裝修的朋友 歡迎您準時來收看我們的直播喔 喜歡防護裝修相關主題的朋友 請您訂閱我並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喔 好,對阿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好,我們看不同的屋形喔 要知道獨立屋一定最好做 再來是什麼?再來是townhouse 再來是什麼?是公寓 公寓一定最難做 為什麼呢?難做好做在什麼? 第一個對我們工人來講 能夠操作的場地越大我們越好做 鄰居住越遠我們越好做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做工做到一半鄰居來敲門 太吵了喔 對不對? 那鄰居住得近townhouse或者是公寓 那就這種情況就很長 那你就要去做調整 然後還有一些規定 那獨立屋就比較自在一點 對不對?好 獨立屋的施工 獨立屋的施工 最重要就是什麼?我們要處理垃圾的問題 難度上去前面的問題還在 好不好?我現在講的難度上去 做townhouse有沒有垃圾的問題 更多好不好? 獨立屋很多的裝修師傅會叫一個 垃圾箱放在外面 叫一個瓶放在外面 對不對? 對不起喔放在外面不要以為沒事了 鄰居就會跟你講 有味道 或者你這會不會有失眠啊 這會不會有有毒的物質啊 失眠的問題我待會講 再來還有噪音問題 獨立屋不會有人規定你施工時間 那有些施工的團隊呢 他的習慣喔 八點之後九點之後都還在做 有這種師傅的 我還遇過師傅做到凌晨兩點 那你要周圍的鄰居怎麼能接受 切紫磚 切紫磚的聲音 那是高頻耶 對不對? 當然啦 他一定會抗議啊 我基督徒嘛 摩西十戒聽過吧 耶穌說 有人問他說 耶穌啊摩西十戒太麻煩了 十樣規條 你能不能簡短一點告訴我 到底神希望我們做什麼 接著說簡短兩條就好 第一條你要愛神 第二條什麼 你要愛鄰居 所以我們在做裝修 很簡單 聖經的智慧愛鄰居好不好 愛鄰居 你不希望鄰居怎麼幹 你就不要那麼幹就好了 愛鄰居如同自己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Town House 首先就石抓大的申請 再來Town House 你要注意他的施工的時間 這個我說難度增加 Town House施工時間的限制 Apartment有沒有 肯定也有 好嗎 所以這施工時間 你一定要去看Strada Policy 裡面有規定 他只准你幾點到幾點 週一到週幾 有些Town House 週日不准施工的 那這些東西都要知道 施工的時間 再來就是停車的時間 再來就是電力工程 這個問題 Town House的供電 Town House都是一個小區 一個小區 我們看有幾棟 它會連在一起 對不對 幾坨幾坨幾坨的房子 會放在同一個area裡面 就是Town House對不對 那一坨房子 同一個供電箱 如果你有240伏的雙伏跳電 整個會跳回電力箱去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造成那一坨房子都沒電 你的鄰居就沒電 所以你就要開那個電力房 然後去把它打開 那電力房要打開 市政府的permit先來 所以用電特別要小心 所以在Town House施工 我一定跟我的工人講 你這台機器再用 那一台機器不要用 不可以兩台同時 下去跳電機率很可能會很高 好這個東西要注意 這個你可以跟你的師傅說 通常師傅都會有這樣的sense 應該這樣才對 然後再來apartment 以上Town House發生的問題 它都會發生 apartment就要考慮 地面震動的問題 那這邊跟各位講 在apartment裡面 盡量避免地面做磁磚 你apartment有很多地面有磁磚 對不對 不要想要去把它刮掉重做 你們知道磁磚怎麼刮嗎 除了我要把上面的磁磚打掉之後 我們要拿震動的電鑽 殘鑽 然後它會震動 我要把剩下的水泥 上面的水泥塊給殘皮 我才能再鋪心的 你想就知道了 一間那個 你至少要震動一天 那你如果是下面的鄰居 你就會投訴了 先不管你有沒有permit 好不好 投訴你就得去處理 對不對 再來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再來還有apartment注意 樓上漏水樓下遭殃 在apartment裡面去做浴室 一定水工的技術要夠好 否則你樓上一漏水 樓下就遭殃 這個漏水呢 馬桶浴缸淋雨底座 各位馬桶是什麼人漏水的 待會如果有回答問題 我再回答 現在時間不夠了 浴缸淋雨底座都要知道 然後再來apartment裡面一定有消防系統 消防灑水頭 這個也會有 搬東西的時候 撞到一下 撞到一下 賠償20萬以上 為什麼 那灑水一下來 不是你這間灑的 一戶破 整層樓全灑 這是安全 去想那個水損 只有你這一層嗎 那個水會往下 至少三層四層以下的房子 全部遭殃 就是消防灑水系統 要特別的小心 好我們今天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講到這邊 他比較general 後面其實我有預備了其他的內容 那如果呢 大家覺得後面還想繼續聽呢 你可以待會在問卷調查的時候 這邊再留一些時間 接下來時間呢 我們就有一個休息 是不是 好我們把時間交還 最後小理哥在幫這一系列7集的影片 畫一下重點 第一集呢 謝謝泰幫我們分析了 在2024年房地產的預測走勢 在美國加拿大升息的力度放緩之後 房地產在2024年的年初就開出了紅盤 各種房型的成交量都有上升趨勢 希望大家在今年可以掌握機會 投資獲利喔 第二集呢 我們謝謝Alan告訴我們 不只是新移民有房屋貸款的優惠 連您在海外的合法資產 也都能為您的房屋貸款提供擔保 最重要的是您裝修房子的費用 不但有機會可以貸款 而且呢還能增加房屋的價值喔 進入到裝修主題的部分 小底哥現在第三集和大家分享了 加拿大以木屋為主的建築結構 和台灣、中國、香港 以RC為主的建築結構 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房子的結構 加拿大的人口密度比較低 房子的設計著重空間寬敞和舒適性 而且呢非常重視公共安全 所以呢我們做室內裝修 不但要符合建築的法規 也最好要能符合加拿大當地的建築風格 這樣您的裝修工程 才能幫助您的房子加分增值喔 接下來在第四集的影片裡面 我們談到了在加拿大這個 以移民為主的社會 裝修人才其實養成非常的困難 不管你原來在國內是什麼背景 出了國就都要重新的學習 大家呢在這個新環境生活的壓力之下 都急得要出師接活 這就造成了在加拿大的華人圈 充斥了各種對法規不熟悉 甚至連技術都不太純熟的師傅 還有極少數人 為了賺錢欺騙消費者 大家在找裝修師傅的時候 一定要格外小心避免踩坑喔 所以呢我在第五集的影片裡面 小禮哥幫大家整理了 我們在規劃一場裝修的時候 三件一定要避免和五件一定不要做的事 掌握了這個三不五要的原則 就能夠最大的程度避免裝修踩坑了 在第六集也就是上一集 我們和大家分享了 從一開始找裝修師傅 到最後簽約開工的必經流程 您可以想好你要做的項目 拍一些現場的照片 或是呢準備好房子的平面圖 先用線上或是電話的方式諮詢 就可以大概知道預算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也順便了解一下 每一家裝修公司的專長 能力以及相關背景 然後呢再請您 眾議的幾家裝修公司來現場評估 在您收到報價之後 比較一下每一家的方案 再決定您要找哪一家幫您施工 最後在確定材料品項和簽約之後 千萬別忘記 有一些工程是需要申請Permit 尤其是您住在公寓或是Townhouse 您一定要向您的Strada申請裝修許可 不然您有可能會吃上高額的罰單喔 接下來呢就是這一集的內容啦 就是在各種屋形當中施工 分別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這一集的內容還熱騰騰的 這裡我就不再多說一次了 上面的7集就是這一次現場裝修講座的內容 其實呢這場裝修講座後面還有一個小時 是小李哥在現場回答一些來賓所提出來的裝修問題 但是呢這個內容比較分散 實在不太好剪輯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些內容 留給現場來參加的來賓專項 大家如果有一些裝修的問題 想要小李哥在現場回答 請您一定要在下一回小李哥演講的時候 親自到現場來捧場喔 下一場演講的時間如果確定呢 我會在線上提早通知大家喔 或者還有更快的方法 您可以參加6月6號開始的 每週四晚上7點的線上直播 在線上和小李哥一起尬聊裝修 影片的最後呢 再次謝謝REMAX YES TEAM團隊的三位帥哥 主辦了這一場現場演講 大家如果有買房或賣房的需要 可以找他們服務喔 祝大家平安喜樂 我們下一集影片 呃不是啦 應該是下一次的直播 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